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講 有人不教冷視定律 有人沒有教冷視定律 那沒教冷視定律就是表示就不用考不會考 不是的 我如果告訴你我的減流劑往哪一天 你就會知道電流的方向 然後你就會知道它是升N前升S級 然後你就會跟我解決掉 或者呢 這是課本要做的活動實驗 然後呢 我現在呢把N靠進來 減流劑偏左邊我畫給你看 N靠進來減流劑偏左邊然後再多畫幾個 有N離開的 有S靠進來的有S離開的 然後問你減流劑偏哪一邊 這個你不需要學冷視 因為你會曉得N靠近跟N遠離的答案是 不一樣的 你會曉得N靠近跟S靠近答案是 不一樣的 那你就會曉得 那我把狀況A告訴你 你會知道狀況B狀況C了 對不對 狀況先曉得 然後再來 會考那個磁場變化率 啊 我現在是用V的速度靠近你 我偏這樣 那我用2V速度靠近你 會偏哪一樣 會偏哪一樣 OK 偏好角度應該要變 大 因為 甲1電流會變大 所以就是 即使我互交的是定律 我也可以問一些問題 等一下我會做一點點 小小的練習 啊 但是但是 但是沒有做很多 因為我剛剛的講話中 我提到有很多不同的考法 但是我們只做了一點點練習而已 啊 這裡有個影片 影片如果放出來的時候 請你注意 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他靠近跟出來的時候 指針偏轉方向不一樣 第二件事情 比較快的時候 偏轉比較大 偏轉比較大 注意這兩個狀況 進去 出來 偏轉方向不一樣 OK 再來 注意他靠近的時候比較快 快的時候大 快的時候大 快的時候比較大 辦的時候比較小 這兩件事 剛剛給你提過的 啊 我不交冷視 我圖給你一個狀況A給你 就要知道狀況B狀況C OK嗎 OK 所以我們就做一點小練習 這題我們前面是問過的 前面只問說 按下去 有沒有 電流 斷掉有沒有電流 持續按有沒有電流 現在多問一個 然後 他說我按下去的時候 減流器的指針偏向左 那麼則表示線圈的哪一邊是N級 那 根據減流器的方向 你就會曉得電流的方向 你曉得電流的方向 不會知道哪一邊是N哪一邊是S 請問你減流器偏左什麼意思 電流從左邊流進來右邊流出去 那這樣子比一比答案會是哪一邊是N級 哪一邊是N級 哪一邊 左邊 左邊流出去表示電流由左流進來 電流這樣子流 安培右手一握 喔 大拇指朝左 所以左邊是哪一級 左邊是N級 這個就是簡單的 啊 其實你也可以用 因為這個是初級的老師應該出的是正確的 因為出的是正確的所以其實你可以 又回到冷視頻率座 你把那個左邊右邊講說右邊先看按下去電流是不是 從 左邊流出去到一圈 面對我朝下對不對 啊面對我朝下一握 表示右邊是N級 左邊是S級 本來是有 本來是沒有S 變成有S S什麼意思 S靠近嘛 想來的不讓他來 所以你的右邊的屁股 就是靠A這邊伸S級 然後A的靠B就要伸什麼 S級擋你嘛 想來不讓他來嘛 沒有S沒有S 擋他 所以 線性的右邊是S 那左邊呢 就是N嘛 所以這樣看得出來 這樣看得出來 因為他應該畫成正確的 途中外出的正確 不能這樣做 他請問你 斷掉的瞬間 這個不用再用冷次了 他告訴你我按下去的時候會偏左 斷掉的時候會怎麼樣 就偏右嘛 我告訴你現在這樣偏準就知道另外一樣子會偏右嘛 這不用學冷次啊 所以按下開關跟拉起開關 電流變化方向相反嘛 從沒有電流變有電流 從有電流變沒電流 所以磁場的變化也是 都是相反嘛 所以感應鏡頭方向你就會相反嘛 所以就會通通都不一樣嘛 所以本來會向左邊偏向右邊偏嘛 所以答案就這樣 這些都是 我按照我考試出題的方式 你不見得要用冷次定義來解決 光看題目的寫法 我給你狀況A你就要知道狀況B狀況C 那這樣就不用冷次就可以知道 OK嗎 OK